因为 在我们的大腿的上面经常被挤压 但是这里有很多的 淋巴 血管 还有我们的经络通过 所以如果我们常常按摩它 那就可以疏通这里的淋巴和经络 让它血液循环也会更好 那也会带动我们下半身的功能 会更改善 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岳青 今天我要为大家示范一套住眠操 事实上现代人很多人都会有 睡不着的问题 失眠 或者是上床以后像监狱一样 翻来翻去 久久都睡不着 那今天这套住眠操 不仅能够帮助你很快的入眠 而且还可以借着一些按摩 促进你的经络的畅通 排除废物 让你的身体更健康 好 我们的第一个动作 就是可以把我们的脚底板竖起来 然后移上 移下 这样子的舒缓我们的脚踝 同时促进血液循环 也把废物排出 然后这个动作慢慢做的时候 很有这个助眠的效果 很快就会容易想要睡着了 那我是从日本的一个电视节目上看到 当天晚上我试做之后发现效果很好 就一直保留下来做了三十多年 做完这个以后 我自己又发现 如果这样子做的话呢 可以让我的脚踝更舒缓 因为我们都知道脚踝那么小 但是有很多的经络 血管 神经穿过它 然后一整天呢 它又被压迫在下面 承担我们身体整个的重量 脚板摇完了以后 我会向左 几下都随大家的意思 通常我是做三十下 然后再往右 也做三十下 那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 整个脚的那个血液都会比较畅通 然后不会那么冰冷 也就帮助你睡觉 那同时呢 我会做一下 这个脚的剪刀石头布 用脚趾头来做 这是剪刀 这是石头 这是布 这可以运动到你的脚趾 让你的脚趾更有力量 然后让你的脚底呢 也得到更多的血液的功养 避免呢 你老了的时候呢 你的脚底板出现很多的问题 那看你想做几下 都可以 接下来我就会按摩我们的肚脐 又叫神鹊穴 这是我们元气的中心 其实呢 腹部呢 就是主藏我们精气主要的场所 那神鹊呢 是其中非常重要的这个穴道 然后我们这样子按摩的时候 也是可以促进这里的血液循环 然后增加经络的畅通 然后使脏腑之间功能更好 然后也可以减少一些妇科的毛病 那我通常按大概是36下 按完了以后呢 大概从神鹊穴 也就是肚脐下面四个手指 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官圆穴 大家都知道官圆呢 是我们腹部 最重要的一个穴道 是我们元气的大穴 所以我们常常按呢 元气会更充足 而且也可以减少很多妇科的疾病 男生呢 对他们的性功能也是有帮助的 所以常常按一按 效果非常好 而且身体也会很快的温暖起来 接下来呢 再一个手指 就到了我们的中级穴 那我们常常按摩一下中级穴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这个 密尿系统呢更好 尤其是年纪大了 容易骨盆松弛 会有的女生会有漏尿 或者是打喷嚏 就会有尿跑出来 或者是贫尿 男女都会有这样的现象 那常常按这里就会可以改善 最后呢我就会用手按摩我整个的腹部 让整个的腹部呢 更舒缓 更温暖 然后这样子呢也可以帮助我 腹部这个肠道的蠕动 第二天跑一遍会更顺畅 所以我顺时钟做12下 力时钟再做12下 坐到这里呢 全身已经非常温暖舒适了 睡意蛮浓 如果你还有精神 你就可以按摩一下你的鼠席 因为鼠席呢 在我们的大腿的上面经常被挤压 但是这里呢 有很多的淋巴 血管 还有我们的筋握通过 所以如果我们常常按摩它 那就可以疏通这里的淋巴和筋握 让它血液循环也会更好 那也会带动我们下半身的功能 会更改善 我今天所有介绍的内容 都可以在这本 《时时刻刻为养生》里面找得到 那2024你是不是希望身心内外 全部焕染一新呢 其实相信我 你不需要做全面性的大改变 只要照着我们梳理的方法 每个星期建立一个新习惯 然后每天实践 就能够 《时时刻刻》促进健康 小投资大健康 让我们2024一起 《时时刻刻》为养生